我说几个历史上的奇迹年份 比如说1543年 这是中国的明朝 中国明朝1368到144 希望大家都把朝在背下 你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在1543年 哥白尼是他这一生的最后一年 在病榻上他拿到了 他即将要出版的《天球运行论》 说不是天体吗 执意准确地翻译是天球 那个时候的认知就到此为止 再简单地讲 日新说 哥白尼知道自己与时日无多了 又不敢在我健康的时候去发表 我一发表教会收拾我怎么办 所以最后一年再不发表就没机会了 他发表了《天球运行论》 同样的一年 维萨里开始解剖人体 画出了 其实今天看起来非常漂亮的科学画 有点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某个漫画 近期的巨人里面的那种人体的画法 人体结构 这一年 我们同时认知的外太空 也知道了我们自己人体的奥秘 在此之前 古罗马的寓意盖伦 整整统治了1200年 我们不可以解脱人体 所以我们得出了很多错误的认知 比如说女人的肋骨 男人的肋骨会少一根 对吗 所以这样的一些东西 如果你不去探求 你就没有这些了 1665年 这样的一个年代 胡克刚才讲过了 用显微镜看到了细胞 而更重要的是牛顿 他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在那一天 我们说现代科学革命 开始走向了高潮 文艺复兴逐渐催生了科技革命 我特别加一句 这两位 其实在一个地方工作 本身还是一辈子的对手 这是前任 那是后任 基本都是学霸 人性有的时候 几千年也没变过 我们继续看 再到了上一个世纪 了不起的 刚开始世纪的那十几年的时间 1905年 阿姨斯特他在二十几岁 直接提出了狭义相对论 1909年 哥本汉根大学 约翰逊给出了一个 指导了这个世纪的那个词 G 基因 这写得多好 它的拉丁的词根是遗传的意思 翻译成中文 变成了基本的因素 这个真的翻译得信打雅 又过了几年 摩尔根在梦德尔的技术上 提出了染色体的遗传的理论 这是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 还是在我们的物理 还是在我们的生命科学上 这两种万物之源和万物之理 开始走到了一起 1953年 米勒开始通过模拟原始大气实验 去论证了生命的起源 同一年 沃森和克里克 发现了我们最重要的生命分子 DNA双螺旋的结构 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DNA 它是一个双螺旋 明年是一个大年 因为2023年刚好是双螺旋发现 70周年 对我们这行的人来讲 更重要的是 我老爷子还在 95岁 所以出名要趁早 人家20几岁 就已经发现了双螺旋的结构 62年就拿到了诺贝尔奖 所以这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这里特别要感谢一位女性 这两位老爷子能看到那张照片 谁拍的 弗兰克里 他拍的51号照片 堪称人类历史上最美的一张 S光晶体演示照片 给出了一个纯的DNA的照片 而这两位就是因为 看了这张照片 启发他们拿到了双螺旋 那么弗兰克里拿到了诺贝尔奖吗 没有 固然一个原因是 他后来 因为长期的从事 放射性物质的操作 他罹患了卵巢癌 很早就去世了 而那个时代 我们应该说 对女性的科学家 应该说还是不足够的 起有相同的地位 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今天看到 已经越来越好了 58年 杨振宁 李正道 一起提出了 与称部守恒的定律 同一年 克里克 还是刚才那个克里克 又把生命的中心法则 就是生命的信息 是怎么传递的 向前推了一步 这也是一个奇迹之年 而我们就看这两年 一方面 因为新冠疫情 我们都知道 我们mRNA疫苗 开始火线上市 同样的 人工智能 α42 包括最近Meta的 对蛋白质结构的 一些预测 使得今天的结构生物学家 再也不用像以前 那么苦逼的去算了 而通过人工智能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负能 同样的 量子科学家 开始用弱测量 去改善量子计算 因为我们的人脑 现在大概率看起来 就是一台量子计算机 所以不管是生命之美 还是万物之源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交相辉的双螺旋 在这么多年 互相的彼此之间 努力演进 这些大师们 在围着同一座山 一起去爬 就让我们今天 去可以解释这个宇宙 爱因斯坦说过 这个宇宙最了不起的地方 居然是 它居然是可以被理解 因为我们就是宇宙的 一部分了 到了今年 在2022年的3月份 华大的科学家 跟中科院健康院的科学家 已经可以把一个 人类成体的干细胞 逆转到培胎第三天 八细胞器的干细胞 这是刘老师刚才问我的 如果婴儿底 再往下了啥 我们还可以培胎底 我们还可以继续往下 去到生命的起源 今年的7月份 韦伯望远镜 可以替代哈勃望远镜 在拉格朗日点开始工作 8月份 英国的科学家 第一次用了干细胞 在体外 可以去制作一个小胚胎了 小鼠 它用了人造子宫的技术 它用了干细胞团的技术 它没有用受精卵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对很多的女性 会是一个福音 但我确定的是 因为早上我还在去 珠海航展讨论太空的问题 人类如果终究有一天 要成为多行星物种 在太空当中去延续生命 这样的技术 我们已经要开始考虑了 当然不要忘掉伦理 我们下期训练的技术 我们下期训练的技术